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强数字政府建设就是要通过广泛运用数字技术 推进政府运行方式 业务流程和服务模式的数字化 智能化 不断提高民主决策 科学决策能力 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 这是在网络信息化时代 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重要途径 也是政府以人民为中心执政理念的必然要求 今年三月 中国全国人大的意识规则也做了修改 增加规定 全国人大会议运用现代信息技术 推进会议文件资料电子化 采用网络视频方式为代表履职提供便利和服务 这里也吸收了中国应对疫情影响取得的一些经验 对于中国全国人大来说 迎接数字变革 建设数字人大 已经做了一些工作 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一是要不断提高公共数据的开放共享程度 通过政务门户网站和新媒体平台 及时发布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监督等工作动态信息 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全文公布法律草案 征求社会公众意见 开通国家法律法规数据库 提供权威便民的查询服务 开通网上信访平台 接受人民群众的检举 空告和意见 二是要不断提升信息化服务保障水平 近年来 全国人大加强对代表履职的信息化服务 代表可以在移动终端上查阅法律法规 文件资料 预算数据 及时报送议案和建议 为了应对疫情的影响 全国人大会议期间采用网络视频方式举办新闻采访活动 有关国家工作人员可以远程庞庭代表开会发言 以便及时答复代表的意见和建议 三是要不断营造规范有序的法制环境 全国人大常委会2016年通过了网络安全法 今年6月10日刚刚通过数据安全法 也正在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 中国去年还发起全球数据安全倡议 就维护全球数据和供应链安全提出解决方案 旨在为构建未来数字时代治理规则提供蓝本 为数字经济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安全保障 女士们先生们 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的同行 加强沟通交流 积极参与数字变革 加快建设数字人大 共同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谢谢各位